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又见面了 欢迎收看李宗盛工房 近期教大家许多技术分析 或者是形态学 大家也学得蛮多 但是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 许多人自己回家看到黑线图 想要画线 却不太晓得 去怎么好好的正确的给他 画支撑或者压力线 那今天其实就帮大家介绍一下 到底如何划线最基本的 那我先大家稍微讲解一下 所谓线呢 其实简单一样就分两个 支撑跟压力 那所谓支撑就是股价跌到某个价位 就有一股莫名的力量 让价格没办法再继续往下 这就是支撑线 就例如像最近的某几档 像友达群创 外资每天都在卖超前十名 但是呢 大家如果去看K线图 友达群创 不管外资怎么大卖 就有一股地量让它维持在一个水位 那这就是支撑 那像压力就是当股 反方向当股价涨到某个价位的时候 每到一个点就有一股地量 让价格 无法再往上 而反而是往下打 那这个就是压力 然后接下去我就直接带大家来看图 那以这档大力光为例 大家看到一号那边 一号这条线就是上升趋势线 那什么上升趋势线到底要怎么正确给它画出来呢 其实很简单 就从低点连接到下一波的低点 然后一直往上 那大家可以看到大力光从3000块找到6000块 创新高这个阶段 不管怎么样往下打一打到上升趋势线就弹起来 这个就是强而有力的支撑 那再来反方向来讲下降趋势线 大家可以往二号那边来看 所谓下降趋势线呢 就是高点比前波高点更低 低点还有更低 那一样就是往上画 就是两个高点连接下来画下来 这个就是一个下降趋势线 那大家可以再细讲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AB两点 只要股价一跌破所谓这个支撑线呢 那就代表这档个股整体的趋势是准备往下的 那大家也确实看到股价就确实往下掉 那这时候只要跌破趋势线 也请大家把手上股票给卖出 那像以这档中租为例 大家可以看到 ABC三点不知道大家 看到这里有没有什么感觉 ABC三点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股价表态创新高 那什么叫表态创新高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前面我有画两条线 绿色的就是压力线 红色的就是支撑线 那只要当股价在这个压力线跟支撑线中间整理 这个就叫整理区 那这个整理区代表什么意思 就代表多空是50%50% 也没有说谁比较厉害 就在这边整理 但大家要注意哦 当你整理区只要股价突破整理区 就代表股价表态 他准备要往上冲 那这时候就是一个买进股票的好机会 不然如果你在整理区就买进股票 当然也不会受伤 但是有时候你却不知道整理多久 再来我们再看到低点 那低点就反方向 在整理区之后 他却跌破支撑线 那就代表什么 空方压力加大 股价会开始往下跌 那我们以这档个股为定 大家可以看到后半段 像中柱这个后半段 那如果我们要确定这档股票 中长期到底是多方还是空方 那一样就是看上升趋势线 下降趋势线 那以这档个股来看的话 那目前他就还在上升趋势线 不管大盘怎么跌 他的最低价格也没有跌破 上升趋势线 所以代表这档个股中长期还是多头的 所以说大家今天看完这个节目 可以回家 真的自己要练多话 随便找几档个股多话 不论是整理区还是W形态 还是M头形态 其实支撑线压力线 要高点 像压力线我这边再重点讲一次 压力线一定是高点比前波高 低点比前波还要高 那压力线就是 现在的高点比前波低 现在低点比前波低 这个就是支撑与压力线 那今天的重点就大概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有学到这个基本功能 因为支撑线与压力线 压力线其实是最基本的 大家一定要画出来之后 再配上MACD 或者是其他的指标 来组合在一起 再来决定进场的买卖点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那下周还有更精彩的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